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你有什么话要对一些现在可能在看节目的一些妈妈 跟她提一提其实进入这个行业不是她们想象中那么危险啊还是 其实也是我们做女儿的也是要要懂得交代吧 可能以前我母亲我让母亲这么担心可能我忘了交代 可能我们出去外面见客户只是跟她讲 我大概什么时间会回来你不用担心 可能我以前少做了 所以我觉得母亲是会担心 但是我们更应该要做好我们做一个女儿的一个责任 让她放心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对于现在如果说有一些女性朋友想要加入保险的行业的话 她们其实要克服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因为以前的年代跟现在年代有所不同 克服怎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是你要你要有一个勇气吧 要有一个勇气在你踏出来的地步也是一个勇气 所以可能是你要遇到身边要有人助你一把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要找到很多很多贵人 很多的贵人在旁边拉着你给你一些勇气 我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我三四年前我带了一班朋友我们去爬神山 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可能有人一半就放弃了 可能有人差不多到了巅峰他也放弃了 就是这个关键呢 在我爬这个深山的时候我领悟到这个东西 就是在你身边那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跟到什么样的人真的是很关键 所以在那个爬山的过程里面 我们二十多个人就是在宫顶的那个过程里面呢 我遇到了一个就是那个领队 那个领队其实真的是很那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很艰难 我相信爬过山的人都知道那个感觉 你看到那个山了你已经要放弃了 你说算了吧我就到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不一定要爬到那里 因为你没有力了你真的没有力气 但是呢那个我身边的那个导人他讲就快到了 他就快到了 他很快就到了 给你鼓励 对一直给我鼓励一直给我鼓励 我说够了这里就够了 他讲很快的只要再坚持一下很快的 等一下你就会看到那个巅峰那种情形 就是其实其实说是他一步一步骗我上去也可以这样 对对对对 他很用心的一直带一直带 就到了那个巅峰那个感觉 就是你站在那里你会觉得太感谢这个身边的人了 我很佩服你耶 那个勇气 我跟你说我现在我不敢爬山 下次我要带你去爬 我可能在山脚已经跟你说投降了好不好 不会的我一定会逼你上去 可以租一架直升机让我走捷径直接带我上去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感觉到的一个领悟到的一个 那你觉得自己在保险行业已经走到了巅峰吗 还没有 还没有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巅峰 怎么才算是一个巅峰啊 其实我内心有一个梦想 是 我希望我可以可以做到有一天很多客户会来找我 嗯 因为这个文化是马一家没有的文化对吗 对对 可以自然客户会主动来来找我们 然后很很很愿意的加入我们 是 嗯 我这是我的梦想 你觉得要大概多久可以实现了 其实足不足不的都有了 现在都有了 之前以前不敢想 现在都一一的在慢慢慢慢的都在 发生了 这是因为大家都了解到保险的重要性吗 嗯 这个也是很重要咯 但是让你会去做这个决定呢 可能你要抱这个 就是讲客户给我的 给我的一个 他跟我说 很多人都找过他 嗯 做这个计划 但是他都没有决定 但是他会加入我们 是因为他看到我们很好玩 有一个团队 有一个磁场 他觉得来到很开心 然后他也很愿意的介绍他的朋友 来加入我们 是 都不再是处在以前那种 要去买一个 签那个单啊 那种压力的 的那种情况之下 成交了 嗯 都已经不一样了 跟以前 主要是那个概念很明确 了解到说他的重要性 我想 嗯 没有人会抗拒这个保险 对不对 嗯 很多人是知道他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都迟迟没有去 为什么啊 做决定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可能他们觉得 不好玩喔 觉得压力啊 好玩 嗯 嗯 所以能够让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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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